藝人黃子焦捲入的爭議是持續的延燒 而今天他過去的愛徒陳明珠也在臉書上發出聲明表示 黃子焦爆發的新聞事件已經嚴重抵觸到他個人的道德底線了 因此決定要解除跟黃子焦的經濟合約 而藝人陳漢典也表態說犯錯就是犯錯 應該要去面對承擔責任或後果 另外工部門也陸續跟黃子焦切割 包含上是嘉義縣府宣布不再邀請黃子焦主持 那教育部所屬的單位跟學校也都下架了 跟黃子焦有關的合作宣傳案了 看看別的入文名單都很強嘛 那明珠只是算是第一次 黃子焦 陳明珠往昔了師徒好交情 如今再也不復返 陳明珠10號發出聲明 寫下感謝黃子焦過去在工作上的幫助 但近期黃子焦捲入的事件 以嚴重抵觸她的道德底線 因此宣布中止和黃子焦的經濟合約 正式與恩師切割 除了陳明珠 藝人們也都紛紛表態 我們做藝人其實就是一個榜樣啦 那你如果真的自己做不好 自己要去負很多責任 讓他好好去跟家人還有受害者 還有他所遭遇到的問題 讓他們自己去面對 承擔這些責任跟後果 但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 要如何的去保護何少 不過網紅統聲張家航 卻站在內封口 聲援力挺黃子焦 還說出這番話 也沒到那麼嚴重 我今天講已經 同聲言論遭各界踏伐 還踩到業者的底線 手遊廠商將它列為終身黑名單 合作過的餅乾品牌 更發文道歉 並下架相關合作貼文 另外黃子焦的黑歷史也被不斷翻出 不要捨文好不好 這個不行 我還是捨你 節目上黃子焦和蔡燦的互動 當時的節目效果 如今也引發網友熱議 而黃子焦2013年舉辦的人魚攝影作品展 有民眾透露 當時受到黃子焦邀約拍照 被要求做奇怪動作 讓網友看了直呼細思極空 另外公部門也陸續和黃子焦劃清界線 嘉義縣府開除第一槍 宣佈不再邀請黃子焦主持 新竹縣府也跟進 還有教育部所屬單位和學校 也都下架和黃子焦有關的合作案 算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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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